夜幕低垂的香港街頭 燈光點綴夜色 高架橋下隱約看見 慈激志工穿梭 他們為露宿者送來熱食 受疫情影響 香港事業人口激增 導致街友也倍數成長 安琪兒栖身在地下道沒多久 身邊貴重財物都被人偷走 因此竹起心強 不過志工屢屢的探訪 讓他打開心房 這天也接受他們的生日祝福 這段時間家人少溝通 少接觸 等一下你們來 好像安排一樣 有愛心 我覺得很感謝他 不管是高架橋下 地下道 聖貨運動場的看台 還是尖沙嘴的廣場 志工的身影馬不停蹄 在入夜這幾個小時內 完成愛的任務 雙手地上飯盒也親切問問皆有的近況 秋天為涼的夜 這一刻有了愛的溫度 帶新聞珍珍美之工 余小碧李建平香港報導